我们等一下要做完的大概就是几件事 新增一笔 新增全部 新增过去之后的话 按下去 你要确认一下全部新增 这边就有了 不过你打开它 里面的话就是有你的资料 我这边是23笔资料 确定一下 底下也会讯息告诉你23笔 这个资料库的话 它的好处就是 存取速度其实非常快 如果你还嫌弃它不够快的话 也许你可以在 选择那个储存媒体的时候 你可以不要用一般的硬碟 你可以用那个SSD 现在固态硬碟 写入更快 一下就更快 写入速度是这种的 至少100倍以上 可能还不止 写入速度超快的 像如果你电脑开机速度慢的话 你把它换成SSD的话 开机不到30秒 有时候10秒钟就开机开好了 那个就要固态硬碟 它的优点就是写入速度非常快 还有呢 它的存取的速度也非常快 就是SS time 因为它不是 像那个传统的硬碟是用那个马达的 它不用转 什么7200转 不用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半导体 它就是 存取嘛 存取速度相对的 会比 传统的马达式的快上 非常多 非常多 不过当然我这个是 比较另类的 也许你可能是 存取人非常多 你会有那种时间的限制的话 你可以这样做 OK好 就把这个档案放在SSD上面 甚至之前还有做过什么 干脆切记忆体的空间 来存 来存 资料库 那个速度呢 是传统硬碟 的几倍 已经无法估算了 大概是 万倍以上 所以那更快 不过如果你没有那种效率上面需要的话 其实 第一个先把那个资料就放硬碟 好 那我们写过来之后 如果它没出现 重新整理 第二个我希望做什么呢 我们 这个做完之后 再来就删除旧资料 那怎么样把这些资料删掉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按一下它 它就全部删掉 这里面写什么 就两行 第一行程式写什么呢 就是 我们其实前面好像有讲过了 第一个先抓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放到R 利用range物件 从哪一个开始 一定是从A2 从 F到F栏的哪一列 end后面就是那个 最下面一列 那如果说你是23 它就23 F23 后面加一个方法 点 Clear 那记得用ClearContent 也不用Clear Clear的话可能会把格式全部清空 OK ClearContent 这样就清楚了 这样子的话多一个 所以我们的逻辑是 新增全部过去 然后把以色删掉 可是这时候呢 这边没有了 那如果未来好了 假设 大家都 丢过去了 可能有它很多 不只 里面是空的 假设吧 大家都已经丢过去了 可能很多 不只 23 可能 可能230 或者更多 那我如果今天怎么样 希望把这资料 再把它从 资料库里面 再捞回来 放在这边的话 那怎么做 其实呢 逻辑跟刚刚 那个新增过去的 几乎一模一样 我做一次也给大家看 从资料库查询全部 又回来了 是不是23 没错到23 OK 那这里面 其实基本上 只有 几个地方 其实我这个地方是 怎么写的 我写这个 1 先插入一个 程序 这应该没问题 2的话 把利用ADO新增资料 这个地方 中间这一块 复制 贴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贴上 贴上之后 做什么 这边都一样 一样是create 一样是抓 差别只有在这里 Seql 请你把这个Seql的这个地方 删掉 本来有两个Seql 两行的 delete掉 先加一个空白 这个空白指的 里面 下一个语法 这个语法是跟 资料库沟通 跟他讲说 帮我查询 所有的那个 资料 有 那哪个 他会问你说哪一个 资料表 你就是 跟他讲说是 问题02 那个资料表 有没有 帮我查这边 里面 他是问题02 所以你下的语法就是 特别重要 那个是Seql的语法 Seql的语法 查询的话 叫slate 栏位呢 当然刚刚不是有很多个栏位 不过我们如果全部的话 你就打一个信号就可以 这个信号指的是所有的 from哪一个呢 你这边的话呢 就告诉他说 from那个问题02里面 这边有问题02 偷懒一下 from问题02 意思是说 帮我把所有的 问题02里面的资料呢 通通帮我查回来了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什么 把这个东西 丢给Seql 然后呢 他在Exql Exql意思就是说呢 资料会帮你什么 执行 你丢给他的指令 然后他就帮你查了 可是查完之后 他会放哪里 特别注意哦 根本发现 前面有个myrs 对不对 这个myrs 实际上就是 我们预先 保留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有点像 记忆体里面的一个表格 我就先怎么样 把查询结果怎么样 放到这个myrs里面 那这个myrs 实际上 记忆体里面的一个表格 可是你看不到他啦 他在记忆体里面 那问题你要怎么样 把它抓下来 放到这边来呢 基本上 其实就 一行程式就可以 哪一行程式呢 这个如果你要把它抓下来 记得呢 先告诉他说 你要抓到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所以这边我要放哪里呢 放A2 对不对 请你用Range 物件 Range物件还蛮方便的 我觉得 这个 VPA 跟那个 ADO 简直是合作无间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把它 call下来 放在那边 对不对 这个时候Range A2 点什么呢 你打一个copy 底下就会有什么 from recorset 那recorset 实际上指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一个 记忆体里面那个表格 因为你查回来的东西嘛 其实查回来的东西 长得就像这样子 但是你总要给他一个地方放吧 就放记忆体里面 可是那个看不到的 我要把它call下来就是 copy from recorset 这样子的话 记得不用背 点下去 不过你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copy from recorset 后面的话你就打一个 myrs 这个myrs里面放的 就是我们放在记忆体里面的那个表格 他就帮你怎么样 把它call下来 放在A2 自动填满全部 我们试一下给各位看 其他都不用改 所以我刚刚做什么 把这边copy 贴到这边 从资料库查询全部这边 然后呢 只有改了这个地方 跟哪里呢 跟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我只有变 两个地方 sql里面的东西 跟 这一个 这个不用背 点copy from recorset 好 那我把它设个中断点好了 基本上 直接来执行它 那这个时候 sql里面是这个没错 然后呢 帮我call过去 call过来 call到A2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就是 A2里面东西呢 就全部帮我call过来了 OK 所以其实 从网络 从那个 资料库再撈回来 很简单吧 没有太多东西 最后的话呢 就是要把资料 再从资料库删掉 那删除 其实 跟那个 现在有没有资料 现在有资料 怎么删 其实就下一个 sql语法 新增是insert into 查询是select 那如果是删除的话呢 对 delete 只是delete 你不用告诉他哪些栏位 所以刚刚不是select 所有from 问题02 对不对 那delete 只要deletefrom 问题02就好了 他就全部删掉了 所以 这个删除 这个 资料库资料的话 那这一个程序 我们的写法是这样 就是可以把它 从上面这个 从资料库查询全部 Ctrl C Ctrl V 因为我不需要再把它call回来 所以不用copy from regal sets 只要改什么呢 改这个 叫delete 本来是什么 select所有from 有没有 把这一行 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一行 那因为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也不用call回来 应该可以看得懂 只是名称不一样 本来叫查询 全部 然后这边叫删除 资料 资料库的资料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来试一下 最后当然 我也把它做成五个按钮 按下他 删除 他会转一下 表示他正在删 那有没有确定删完了 已经删完了 不过全重新整理之后 就不见了 OK 所以我们再把最后的那个完整的动作做一遍 全部新增 资料过去了 2 删除旧资料 3再查回来 4再把它删掉 这样就一个cycle 所以资料库里面就空了 那 比较重要的 这三个按钮 OK 这三个按钮等一下 我也会把它放在原端上 所以如果 比较 来不及记的话 没关系 1 就是 这个是 删除 两行 应该OK吧 第2个是 从资料全部查询 就是利用那个什么 上面这个 利用ADO查询资料 把它来改的 第3个是删除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来